2 罚技 蒋诚宇 先开球 气势非常到位 这么远 命中3分 气势非常到位 还不让喊 你对着诚哥做这个姿势 诚哥也没说啥 我下次看着他我就 3比0 张晨宇领先 一篮还是突右侧 三不上篮 这下拿到一个罚球机会 1 by 1 罚球 1加1 罚中 将执行第二次罚球 2罚全中 现在进攻方3比2领先 张晨宇领先1分 防住 来吧 米兰 张晨宇 还是3分来投 这下投短 在2到3个回合下来之后 亲戚的看到米兰是一直用突破 而张晨宇是一直在用外线投篮 启动接变向 再对抗 再对抗 拦不住 旧翻规 我清晰地听到 三脚肌和胸肌碰撞的声音 撞到胸肌疼 1加1 罚中 米兰也是非常的稳定 肯定要两罚全中 现在通过罚球 米兰拿到了1分领先 张晨宇进攻 失去投篮的稳定 张晨宇 再中3分 这比赛有意思了 现在张晨宇6比4反超 一边 米兰现在进攻方 从来没有运动战进球 一边 从来没有三分线以内的进球 都是运动战得分 现在米兰持球进攻落后2分 米兰漂亮的被转身 这两分该有了 6比6 两位势均力敌 各有各的进攻方式 各有各的武器 加油 而且张晨宇也说了 之前刚跟他打过一次 只输了1分 这一次 再中3分 9比6拿到赛点 张晨宇三季穿星剑 让米兰现在心脏有点难受 米兰变向这次选择走左边漂亮 大进 还送给张晨宇一个反规 进了不罚了 不罚了 参谎老师不罚球 路人王 单挑规则当中 得分之后被犯规 正常记对方犯规 但不罚球 加油 赢了你就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 加油 加油 来吧 张晨宇 你是不是第一个战胜讨核冠的球员 时间足够 张晨宇这次收球 3分 参谎失忆没有问题 非常地紧张现在 张晨宇要防下才有机会 米兰延续了体肩变向 选择到内线打 这下方守方 反规 这不能赢一个 要执行罚球 第一球发迹 9比9 现在10比9 张晨宇有一个优先的机会 张晨宇能不能率先拿到这2分 他其实是想去要到一个犯规 但是并没有如愿 裁判也没有表示 球权交换 最后一分钟时间 两人同一起跑线 几乎是 米兰出进来 右撞 一手大进 恭喜米兰考核关再次获胜 也把至今的掌声送给江晨宇 你表现的很棒 也要再次感谢米兰 这世界很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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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